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采访的是位年轻创业家 他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到现在已经有六年 他才二十八岁 而且他教会我们一个新的理念 叫社会企业 到底什么是社会企业呢 我们就要请尹幽灵 幽灵先生来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幽灵是三三无相手工造的创办人 这是你现在的抬头 也是你名片上印的抬头 是 印执行长 你是执行长 只有你一个人吗 没有 我还有其他团队成员 其实你是念社工系的 对 是我学弟 对 学弟好 然后学弟 学弟其实以前就对社工这个方向 是很有兴趣的 是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读法律系的 只是后来因为 没关系 我以前以为会念气管 没想到我也念了社会学 我都是误打误撞 只考差了一题没有上法律系 就读了社工 但很庆幸因为我其实在读社工系的时候 有去修一些法律系的课 然后发现我完全一窍不通 然后就发现社工系真的很适合我 尤其是我们课诊里面有很多跟实物接轨的 比如说我们会直接到基金会社务团体里面实习 或是我们自己在学生实习也会自己带自己的个案 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学到的东西可以直接使用到我们实际的领域 而且是可以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职业这样子 所以人生真的很巧妙 你以为是误打误撞 其实那个误打误撞会引你走上 其实你本来就应该要走上的道路 是 对 你不得不说真的有命运这两个字 那你跟手工造又是怎么结缘的呢 对 就像刚刚学姐讲的误打误撞 其实我们有一个误打误撞的故事 就是我们社工系要求 在毕业的时候一定要修满400小时的实习学分 那我在大三升大四的那一年暑假 一个不小心成为全班 唯一一个没有实习单位 愿意收留我的一个学生 对 然後那时候当时 其实还蛮灰心沮丧的 然后刚好正值我参加完一个创业竞赛 然后很幸运得了一个冠军 那当时也没想什么 我原本想说他拿冠军就放在那边 也没有真的要去把这个事业做出来 误打误撞的 因为我的实习单位没有上 那我回去就跟我爸妈 还有我的老师们讨论 那他们也蛮支持我的想法 所以就在我们整个班 50几个同学都在实习的时候 你就开始创业了 对 我就开始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创业了 那可是你又怎么跟比方说台东 这块土地结缘 或者是跟其他人 可爱的朋友们结缘 就我们那时候在我创业之前 参加的那场创业竞赛 它的主题其实就是希望 可以透过社会企业的概念 然后来帮助台东那边的社福团体 然后其中那个李圣贤文教基金会 就是他在做手工造 带领身心上学做手工造的社福团体 我们是以他当作基底 然后去发想了这个社会企业的概念 因为通常我们想到喜安儿 尤其是在台北市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会想到喜安儿 做的很可爱的糕点 或者是我们会去喜安儿的餐厅 或者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会买他们的礼盒送给别人 或收到那个礼物的时候 也会觉得很温暖 可是我没有想到 原来他们有在做手工造 对 其实还蛮广为人知的 就是喜安儿烘焙房 他们做的糕点类型 但其实我们身心障碍就业的这一块 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包含像是糕点类型的 其实我们也有做手工造 也有做居家清洁的服务 甚至有在做直栽 然后有做一些手工艺文艺品 其实很多面向都有 我们身心障碍就业这一块的产品出现 其实我们学员 他们在做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 得到的学习跟帮助才是我们的重点 举例来说 像是手工造 他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分工合作的 有一个同学 他可能专注力比较好 他就可以负责一直做搅拌的动作 那有的同学 他可能对气味很敏感 可是他力气很大 他可以负责去拿重的油 或者是慢慢做倒磨的动作 但是比如说 我们要添加一些素材进去 有这些气味的过程 我们就不会让他参与 所以我们社工跟我们这个社会企业 在这个状态的角色 就是去了解每个孩子的习性 他可以获得帮助的过程 然后去帮他量身定做一个适合他的工作模式 他就会找到自己的角色 是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对他们有帮助 其实对他们的家庭 是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毕竟 不管是我们在照顾这些学员的过程当中 如果社会提供的支持不够的话 其实家庭们会相对的非常的孤单 其实人也会想要 在这个社会上 不管是有一席之地 能为这个社会付出点什么 那是一种交流的感觉 不能说因为学员们可能有一些先天的限制 然后就断绝了他们未来的任何可能性 所以其实这也就是社会企业正在做的事情 对 而且我觉得学姐真的不愧是学姐 就是概念非常好 其实早些年 二三十年前的台湾 如果有家庭诞生的一位身心障碍学员 那家长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他会很大的压力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他们最直觉的想法就是 那我不要靠我的孩子 我要努力工作 养我的孩子 他们就会把他放在家里 然后让他们在那边看电视 让他们无所事事 可是学姐刚刚就有提到 其实身心障碍学员 他们也是需要社会互动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事情 让他们有工作 他们不只是工作过程 可以获得复健 或者是团队分工的这种帮助 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一般的同学上班是一样的 他们要打卡 他们要学习怎么样跟长官沟通 他们有同事可以相处 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可以增加他们很多 跟社会的其他人的互动 他们都会很期待说 哥哥我们做出来的产品卖得好吗 如果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 得到的回馈都是很正向的 他们整体的提升跟帮助 都是很有效果 好 我现在如果正在看 这个节目的学员 你们卖得很好 而且你的肥皂很香 谢谢 我帮他们 谢谢学姐 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们做肥皂的过程好了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三三五香最一开始 会做手工皂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在台东 认识了李圣贤文教基金会 当时其实李圣贤里面的学员们 就已经具备了一些做皂的技术 然后我们参访完他们的机构之后 发现里头的学员呢 在做皂的时候 有非常非常高的成就感 那我当时就在后面看着那位学员 很有自信的 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完成了后续的技巧 我就觉得哇 做手工皂这件事情 真的对这些生意状态学员来说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于是我们后来就开始协助李圣贤 他们不管是在技术层面的提升 或者是产品的特色的提升 比如说像我们当时呢 就跟在地的一些洛神花的小农合作 然后透过干燥的洛神花 然后磨粉之后入到手工皂里头 来去制作一个具有台湾在地特色的洛神花皂 然后把这样子的技术交给那里头的学员 让他们不只在技术上有所提升 同时在产品面有特色 整体的销售才可以再提升 其实在李生贤的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尤其是这一开始 我们在训练他们的技术的时候 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因为我们台中的特色金针灶呢 它是有拉花渲染的这一个过程 那其实在拉花的过程当中呢 需要很高的专注力 还有包含你对手的力道的控制啊 角度啊 都会影响到最后造成品的模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训练对学员的帮助啊 除了他们的分工啊 或手部能力之外啊 其实像这样子专业的技术训练出来之后 孩子们他们本身的成就感的提升也很重要 其实光是看着他们很愉快地做肥皂 这个过程就一切都值得 对 但可能消费者并没有这么多管道 像我们一样 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做肥皂的过程啊 他们得到的喜悦啊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 他们做出来的成品 然后感受到他们的用心 我们先来看看现场到底有哪些东西 我们现在其实里面有放了很多造丝的产品 造丝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力的产品 就是它是造丝包 那它其实使用非常的简单 然后它只要撕开来之后取出里面的内袋 然后这个内袋你就可以直接冲水 然后搓洗 然后你就可以像这样就是洗头 然后洗脸然后洗全身 对 所以这个打开马上就可以用了 给你拿拿看 它的重量比一根钥匙还要轻 对耶 所以你出去旅行的时候 你就再也不用再带瓶瓶罐罐 然后很重啊 香香的 对 它好舒服的味道 对 然后其实造丝 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 因为如果我们手工造 剩下那种小小块 每个人都有经验 就是可能会碎掉 滑掉 可能就很没办法用 那就会浪费 可是弄成造丝放在网袋之后 你就可以一直洗洗洗洗 洗到最后 洗到真的没有 一滴鼓盛 它就还原 变成一个干干净的袋子 然后就不会有肥皂浪费 真的 而且我其实非常推广大家用肥皂 是 因为如果能用肥皂的话 不管是对自己的身体也好 或者对环境也好 都是相对来讲比较 环保又健康的 是 肥皂很难履行用 是 因为你带着就是那一块湿湿的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你要放 然后所以我一直很困扰 就是 但现在解决了我的问题 太好了 好 那现场除了造丝之外 其实你们还是有做肥皂 对 像这个拉花也是 这个是建层 然后里头有加入我们台东的池上米 那其实这个技法算是还蛮困难 就已经不是初阶的学员可以达到 就是要很进阶 因为它的做法是要入到那个模具里面 最后先铺一层颜色 然后最后再铺另外一层 再铺第三层 就是时间力道的那些都需要有一定的掌握 才有办法办到 所以它们也成长了 就是要经过很多年的训练 这个花 刚刚你给它打开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开心 就是好漂亮 但它不是肥皂吗 对 它是香氛砖 它是香氛砖 对 这是我们这两三年的 新的婚礼的专案 那我们的专案有一个slogan是 您的婚礼可以传递更多的幸福 对 因为对我们很多新人来说 结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 那在结婚这一个日子当中 你所用的产品 也可以帮助到这些身心障碍学员 所以不只传递你们婚礼的幸福 也让这些学员们有更多工作机会 因为当时2015年的时候我才大三 就是个学生根本也没有 虽然有打工家教的那个钱 就可能只够生活用 所以一开始最初始的资金 完全就是跟爸爸借的 但他愿意支持你 你看他都要退休了 白天想要过好日子了 那在结婚这一个日子当中 你所用的产品 也可以帮助到这些身心障碍学员 所以不只传递你们婚礼的幸福 也让这些学员们有更多工作机会 那我们就是透过 像这个是香氛砖 那它是用天然的蜜辣跟香氛 去制作而成的 那是给自闭症的学员们做出来的 那我们最主力的就是这个 婚礼小物的产品 有 我有收过 学姐一开始收到的时候 应该完全没有想象到 它居然是身心障碍的学员 做出来的产品 没错 因为我们最大的理念就是 不想要在传统上面 好像社会会会认为说 我支持身心障碍的朋友 是因为他们很可怜 他们很需要帮助 虽然他们产品做出来的东西 可能没那么好吃 或是没那么好用 但为了做公益的话我愿意 可是我们现在希望反过来是 我们的产品先让你吓一大跳 觉得好特别 然后再让你了解背后的故事 居然是身心障碍学员做出来的 那我们就可以逐渐让这个社会 了解到说 其实这些学员们也是很有能力的 他们也可以做出 让你经验的产品 那借此来翻转身心障碍 他们弱势的印象 这是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 而且我很喜欢那个想法就是 因为我觉得婚礼小屋不只是 婚礼小屋而已 他其实可以看出 这对新人的态度 他们得到了幸福了 然后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幸福 用不同的方式传递出去 然后那个幸福是 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 是跟这个社会息息相关的 这个idea是你想的吗 其实这个idea是客人提供给我们 我们一开始只有原始造词包 给饭店使用 但后来有客人 他们给我们的回馈是说 他们觉得很适合 拿来他们结婚的时候用 只有陆续一对 两对三对新人这样说 那我们才觉得说 那我们干脆为他们量身设计 一个新的婚礼小屋的专案 就回应他们的期待 结果效果就比我们想象中的好很多 对 好 我们一起来听听新人们怎么说好了 三三的三 我们的意思就代表了三个元素 就是在地小農 生脏团体 还有社会企业 那我们是利用在地小農的素材 研发出创新的产品 就交由生脏团体去生产 然后帮助他们推广这样子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投过造丝包 这个创新的产品 来主攻婚礼小屋的市场 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帮助 洛斯团体的这个理念 所以就想说用他们的造丝 做我们的婚礼小屋 我之前在年舞科学院去工作 那中午午休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寒儿 在买一些收工的点心 第一次知道说 寒儿也有在买 扶手工造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三三合作的生脏团体当中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群 比如说像新智障来的 寒儿或者是自闭症的小朋友 那我们跟先不同葬 别的朋友合作的时候 其实都要用过同的工作方式 那在资源缺乏的平原地区 他们其实生脏团体的 就业问题都是很低的 甚至是有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那现在就是希望可以通过 三三无相这样子的 一个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 来支撑这些小作所继续经营下去 我觉得去参加这个体验活动之后 其实蛮感动的 虽然他们的条件跟我们一般人 其实差很多 但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那种很专注的 但是想要完成一个任务的那个态度 跟精神让我觉得很紧累 我原本会因为说他们 每个人在做工作的时候 都被工作超过熟练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 其实他们对自己的 在于他的工作都很熟练 甚至我自己在做的时候 他会看我下去 所以一直在整个人之间 我来帮我完成它 我觉得还蛮佩服的 三三现在就希望能够提供 我们合作的身杖朋友 稳定的就业机会 因为他们可能需要的 并不是大把大把的金钱 而是跟平常一样 可以上下班 有同事有老师 也可以在做出产品的时候 得到自信跟成就 那我们现在希望跟新人一起 让来参加婚礼的顾客 能够感受到新人的用心 而且已经带着造势包将三成的理念 传播出去 就是我觉得他们跟我当初 像舞台一样 因为我当初 我当初就想像是 他们可能表演 一个旁边的工作 就像自己的一样 但因为这些时候 我经验之后 又从其人知道的 我们就觉得 他们其实对 职业工作都很熟练 尤其是他们完成的工作之后 被大家承认 之后得到那个笑容 我觉得其实 让我觉得很感动 那我觉得透过我这些小婚礼 可以用他们的造成 做了我有婚礼小婚 就是不仅可以让民客他们 果然知道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婚礼小婚 用这个幸福带给他们 那我们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感觉你也是一个在充满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人吗 我们家真的对我的创业非常地支持 而且当时我其实有点紧张 因为我要跟我爸妈说我打算要延闭 然后没有要跟同班同学一起去实习 然后自己要出来创业 结果居然很惊讶的是我爸妈都非常地支持 你爸爸是做什么可以问一下吗 其实他们是一般的公务人员 他们不想看到的是孩子没有想法 或是孩子不知道干嘛 但是如果今天孩子提出一个计划 然后有规律地跟他们沟通 那他们听完了理解了 然后他们再来做的事情就是支持 因为听说你们的公司第一桶金 就是你爸妈投资你的 因为当时2015年的时候我才大三 就是个学生根本也没有 虽然有打工家教的那个钱 就可能只够生活用 所以一开始最初始的资金 完全就是跟爸爸借的 但他愿意支持你 你看他都要退休了 把他想要过好日子了 但他也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做 就像我刚刚跟学姐提到这些理念 他也认同 那他也觉得如果他可以出这些钱来 让这个社会企业成功运作的话 他觉得是不只是可以永续地有金钱 让我们的这个体系持续运作 那同时也可以解决到 这个社会对于生意障碍的问题 他觉得这个概念很棒 我们如果可以募个十万块 那我们就是大成功了 那时候完全 野心那时候好小对不对 对 那时候想知道我们二十个学员 我们帮他们募个十万块 帮他们做个计划 帮我们卖个手工造 那时候其实只有想到这样 就像我刚刚跟学姐提到这些理念 他也认同 那他也觉得如果他可以出这些钱来 让这个社会企业成功运作的话 他觉得是不只是可以永续地有金钱 让我们的这个体系持续运作 那同时也可以解决到这个社会对于生意障碍的问题 他觉得这个概念很棒 我们刚刚不断地提到社会企业这四个字 其实这对很多创业的年轻人来说 有些人会觉得蛮新的 尤其是对上一辈的人来说 因为我们一听到创业就觉得说 要赚钱 然后呢 他到底就是能不要投资多少 然后可以回收多少 然后我要怎么 接下来就要上市上跪 就类似这种东西 可是社会企业是另外一个概念 你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吗 没问题 就是社会企业其实是这几年很新的概念 那他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 有别于传统的基金会或社府团体 他同时间呢 可以透过商业模式来赚钱 然后赚越多的钱 他就可以解决越多的社会问题 所以举例来说 像我们三三五乡社会企业 我们是让身心障碍朋友去就业 然后贩售手工照跟婚礼小物 那贩售婚礼小物 我们就有这个商业模式可以赚钱 那赚越多钱 身心障碍朋友们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他就可以做更多的手工照 然后他就可以持续永续地发展下去 他就可以不需要像过去 要依赖像政府的补助啊 或者是基金会要自己去自筹捐款 可是这里面会有 我会有一个疑问哦 就是你如何界定 比方说你是 你是个企业的创办人 是 所以其实你拥有这个企业 你是个企业的老板 是 但你如何在比方说你的盈利 跟继续推动社会企业的这个平衡 你要如何取得这个平衡 我觉得有两个面向可以回答 就是有很多人对社会企业 刚开始了解的时候就会问说 那盈利部分啊 跟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福利这块啊 你们公司是几%对几% 20%对80%呢 但其实我自己个人的答案 我很喜欢之前一个前辈讲的 其实是100%跟100% 是 商业我也要有100%的投入跟努力 然后解决社会问题 我也有100%的投入跟努力 所以我们内部团队就有负责 像我自己社工出身的 我就是负责 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 那我们内部里面 有其他的商学院的伙伴 他们就是负责商业模式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多重专业的团队 那其实第二个面向 我们其实可以从法规的层面来看 其实现在社会企业在立法的过程当中 虽然台湾还没有完全的法律 但我们可以参照国外的法律 他们其实有一个共识吧 算是一个共识的比例 大概是30% 就是这间公司 每一年30%的盈余 你必须要提拨出来 回到你的体系 去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比如说以335相举例来说 我们每一年赚 假设赚了100万 那我们就等下拿30万出来 比如说添购新的设备给学员们 然后帮他们上更多的课程 回到这个体系去帮助我们这个族群里头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建立成社会企业 而且其实你这个模式不只是可以在台东建立这个工作坊 其实它可以复制在台湾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 因为我们其实跟李盛贤台东的小座所合作了之后 我们2015年之后就开始把这个模式带给更多的 像是宜兰 然后台北市 还有桃园跟台中的不同的据点 因为其实每一个小座所 我们合作的社会团体 它大概都只有20位的学员 那学员他们的产能是有限的 他们手工造可能只能做出100分这个量 但是我们随着我们的订单越来越多 然后还有其他的饭店的采购 这个需求越来越多 我们就可以保证给更多的学员机会 所以现在在我们这一个社会企业底下的体系里面 合作有超过100位的学员 哇 你是大公司的老板啊 没有没有 那个尾牙应该很多人来吃吧 没有没有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他们的士林工坊看一下 我们跟士林工坊合作的时间大概是三年左右 那他算是我们第四个合作的单位 那士林这边的孩子们呢 他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的细致度比别的工坊都来得大很多 每个工坊有不同的特色 有的工坊的孩子 他们可能是力气很大 做造的技术很好 可是他们要对于细致的 比如说贴贴纸啦 或是做秤凉的 这个动作对他们来说 却是难如登天 可是这里士林的孩子们的细致度呢 是他们可以把贴纸贴得非常的准 把折纸盒的错误率降到最低 或甚至是在风口啊 或是秤凉的那个精准度都调到 是我们目前合作的工坊里面最高的 那我们现在先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工坊实际工作的状况 那像现在呢 就是我们孩子们的这一间呢 主要是以包造寺为主 然后还有贴我们婚礼小屋的贴纸 那像他们包造寺 会不会有遇到一些问题这样 像有人就是触觉比较敏感 他其实要愿意去摸造寺 就要花一段时间了 可是我们平常很想说 不就是拿起来放进去 基本上他们 大部分智力都有受损嘛 那基本上我们就会给他一个 明确的数字 这边的孩子就是在做风口的动作这样 他比较有天分 但是他除了做风口 他可以帮我完成做检查的工作 等一下可以仔细看一下 他风完之后他还会做检查 那我们第二间教室呢 他们有不同的工作 再带大家看一下 他们现在在做的香粉砖 那我们现在这位学员在做的 就是我们婚礼小屋的香粉砖 那它呢 是可以放在预测包包 或者是衣柜里面的扩箱产品 那主要是给新人提供 让他们感谢伴郎伴娘 今天来参加婚礼的探访你的阵 他们都会一步一步认真的去做 纵使他今天的动作 受限于他的肢体的功能 但是他也会很认真的去做 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他的工作 他们的进步就是在于 人际合作上的部分 还有对于就是说对于工作上 他们的意识不苟的态度 以及他们其实会认为 他们其实是对这个社会 其实是有贡献的 这个正向的心理这样子 他会认为他今天来这边 是来上班的 而不是说来像学校以前 那样是来学的 他们学 他们是来上班 然后每个月 他们领到的那个 他们的薪水的单据 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 正向很直接的回馈 他会认为 我也跟爸爸妈妈一样 我可以去赚钱 我长大了这样子 其实我很好奇的是 当时你在创立这个 三三无相手工造 这个工房的时候 你有想过它可以变成 扩展到全台湾的 这样的影响力吗 其实完全没有 然后那时候很流行募资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直想说 我们如果可以募个十万块 那我们就是大成功了 那时候完全 你的野心那时候好小 对不对 对那时候想知道 我们二十个学员 帮他们募个十万块 帮他们做个计划 帮他们卖个手工造 那时候其实只有想到这样 但后来真的是很幸运 一路上有很多企业看见我们 有媒体的报道 然后才一路一路的就是 做到现在有办法 可以有那么多县市的学员合作 所以现在你调整了 你的梦想了吗 我现在其实 有点遇到瓶颈 就是因为现在组织越来越大 然后要贩售的东西也越越多 那刚好最近又有疫情的关系 这些因素其实都会影响到 我们的发展 那前面成长了一段时间 到现在第五年 第六年 也差不多到了一个 停市的地方了 对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 算是持平 然后还在思考性的方向 所以你还没想好 但我觉得以我这样观察你 你的人生会自己 找到出路的那种感觉 其实还是有很多 民众可能对于 身心脏外的产品是不了解的 那我们在对外出去摆摊 或是去参加展览宣传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遇到 可能有一些 对我们不了解的民众 然后他可能其实 也没有来过来我们这边 然后就远远地 从那边这样走过去 然后就说 还有说 那个身心脏外朋友 做的东西可以用哦 就可能会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不了解的时候 然后就直接做出 类似这样的攻击 其实这也算是我们 公司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不断会有一点困境 对 可是我们也一直在 过程当中 发现有很多像学姐 刚刚给我们的回馈 是其实你了解了我们 然后知道我们背后的故事 其实是很支持我们的 而且其实我会 我会发现 他们可能因为 他们的心思很单纯又细腻 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反而更好了 对 而且 他们其实有一个特性 尤其像自闭症的孩子 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固着行为 就是他们对于某些行为 会固着 就是他一定得要这么好 比如说像我们贴的贴纸 他就一定得要贴这么准 如果便宜没有贴那么准 他还想把它撕起来再重贴 因为它的特质就是 它会固定在那个地方 所以像类似这样的特质 其实对他们的工作都很有帮助 比如说我们的肥皂 几公克就是几公克 比如说我去示范的时候 我就说 插那一刻没关系 但他就是不行 天哪 他就是一定要很准 就算你是执行长 我也不能原谅你啊 那种感觉 对 他就是这种特质 反而虽然是身心障 还是他的先天下来 就拥有的特质 但其实在工作上面 反而可以变成他的优势 在某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们做出来的肥皂 或者他们的任何手工艺品 也是一样的 是 因为那里面没有附加太多的 不管是功力也好 或者是一些负面的情绪也好 反而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很单纯的得到 肥皂就是清洁的话 对 那不就是一个很干净的能量吗 对 很正向的回馈 而且除此之外 其实我觉得你 你真的也做了蛮多事情 像你刚刚有说到 这个肥皂 比方说是那块建成肥皂里面 就有持上瘾 是 其实手工皂算是 在那段时间 是一个很饱和的市场 有非常多的竞争对手的品牌 那有些可能已经做出 很厉害的香氛的产品 有些可能跟在地的传统的 像中药材的产品做结合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在思考 那要怎么样在商业上 我们可以突破一个 跟别人不一样的路线 让大家不是只单纯觉得 它是公益产品而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那时就想到说 那样 居然我们在台东 我们建议跟在地的小农合作 用小农的素材来去 让我们的产品更有特色 但我们其实不只是 透过他们的素材 让我们更有特色 我们同时间也会帮 这些小农们宣传 像我们有一个产品 它是金针做的肥皂 金针 金针花 金针花 对 我还跑去小农的田里 跟他聊天 然后跟他凌晨四五点起来 然后跟他一起背着 那个篓子在那边 采那个金针很有趣 金针花还可以做成肥皂 没想到 对 然后后来 其实就有一个餐厅 透过认识我们之后 然后了解我们背后的原料 我们的小农 它的金针花也是完全是天然农法 然后又被传统的 可能杀分很多弄药之类这种 是采用比较对环境友善的 做法的这样子的理念 也被那个餐厅认同 然后后来就透过我们 然后配合到 他未来也跟那个金针的小农 做采购 对 所以其实我们 在台中当地不只协助到 这些生育障碍的学员 我们其实跟那些社区的 像农小农也好 或是当地的一些居民都有互动 如果他们很会做肥皂 但是没有人知道 或是没有人接触他们 没有人去买 他们一定也会觉得很沮丧 可是因为你的出现 他们都怎么称呼你啊 幼龄哥哥 或幼龄老师 哥哥呢 还在装年轻 还哥哥呢 他们应该会真的很喜欢你 觉得你带给他们很多 很棒的好事吧 其实我觉得如果学姐 到我们的工坊那边的话 他们也会很喜欢你 因为他们嘴巴都很甜 对吗 他说姐姐你好漂亮哦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哦 然后不只这样哦 你隔一个礼拜 我如果再去 然后他就会说 那个宝姨姐姐怎么没有来 好想她哦 他们都会这样 好甜蜜哦 他们很厉害 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你自己应该也收获很多吧 对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成长是最多的 现在台大学这边 有很多时候他们会想要问说 就是创业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心态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们没有办法期待 你创业的那个当下 一定会立刻得到什么样的成果 或者是你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 永远都是可预见的成功 你有可能会失败 你也可能会遇到很多困境 可是我觉得跟学姐刚刚讲的一样 如果我们保持享受这个过程 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呢 去尝试的话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资源 或是认同你的人会持续的加入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 有一些心酸 是 但是在透过跟学员互动的过程当中 又觉得自己真的做了很棒的事情 然后这个很棒的事情 得以透过这些商品 不断的再传递出去 这不就是人活着最美好的价值吗 不然他到底还要成就什么呢 今天非常谢谢幽灵带给我们这个故事 也希望你们的工法能够越做越好 谢谢 自己的猫摸起来很好摸 那就偷偷用手摸看看师傅好不好摸 然后我就会觉得师傅的毛皮 不愧过往是有机会做贩卖的 它那个毛皮的柔顺度 确实比我们一般的家猫还要好摸 十五的宝玉呢 在这些年好像成为了险学 大家都纷纷关心起这个非常可爱 但是有冰尾的动物 但是你们注意到呢 在看到这些新闻的过程当中 你总是会看到一个很可爱的 瘦瘦小小的身影 看起来本身就很像小朋友 但是教会我们很多跟石虎有关的知识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石虎专家林玉秀的故事 那我会选择生物其实是确实从小就还蛮有兴趣 那中间其实我是一个很多变的人 我小时候最想要当立法委员 很莫名的想象 就觉得好像自己口才还可以 后来又很想当广播主持人 后来又生物因为考很好 所以又决定又走了三类科系 所以我其实田志愿的时候 其实就是嘉义大学改制的第一届 我就进了生物资源学系 石虎其实是一个就是很机灵 也就像说不定现在石虎在某处看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过去它广泛分布的一个物种 那现在其实我们就会说 只有苗栗以台中南投为主要分布区 那它其实有一个最明显的生性 就是因为它很激进 所以它很难被发现 其实住在这个漆地的人 绝大多数都跟你说他没有见过 我们从2014年开始正式的 用网格2x2的方式 两公里乘两公里的网格 会去加一台相机 了解石虎的分布状况 那我们才发现 其实南投也很多石虎 也不是我们过往觉得 只有苗栗有 林玉秀在研究所毕业之后 通过高考进入农委会特生中心任职 专门负责石虎业务 每隔两到三个月 就会独自来到吉吉正山区 查看自动相机所拍摄到的影像 并待会分析 对 这白天的石虎 大概是一月初拍到的 然后我们通常就是 首先确定相机拍到哪些动物 跟它最近拍的状况 然后你看这底级也拍到狗 这个采样点从2013年架设到现在 持续都能拍摄到石虎的身影 相机是研究人员最得力的助手 通过长期收集的影像 借以了解当地石虎的出没状况 不同季节是否会有些改变 好 那我们有一个记录的本子 狗 然后相机的架设状况 灰击触石虎 林玉秀认为完全是因缘忌讳 我们野生动物急救站 有一个沾方泽沾兽医 它收容了几只石虎 那它就跑到我们实验室 问有没有人要做石虎研究 那刚好我们同事们 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了 所以就问到最后应该只剩下我了 那我就说好 因为其实以一个念生物的人 根本就觉得石虎这物种很陌生 连我都觉得很陌生 然后我对它不了解 所以我就开始看文献 然后也决定开始做研究 其实石虎有三个主要的辨识特征 然后第一个其实是它的耳朵后面 有很明显的黑底白斑 这个特征其实有很多野生猫科都有 就包括大家很熟知的老虎 其实也有这个特征 那第二个是它的眼窝内侧 有两条延伸到额头的白线 那第三个是它身上也可以看得到 全部都是块状斑 那其实很多人会把虎斑猫误认为石虎 可是其实石虎它的英文名就叫做leopard cat 其实是豹猫 所以它身上其实都是豹纹 在兽医的帮忙下 我觉得我应该是量过最多石虎的人 就是测量上 然后也从这种很基本的一些情质跟状况 去对石虎有更深刻的了解 那其实感动我觉得当然很特别啦 我们其实平常都会戴手套 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猫 摸起来很好摸 那就偷偷用手摸看看 石虎好不好摸啦 然后我就会觉得 哎 石虎的毛皮 不愧过往是有机会做贩卖的 它那个毛皮的柔顺度 确实比我们一般的家猫还要好摸 然后真的就是 你会觉得就是漂亮啦 就是说我们每次的测量 其实我自己也都会拍很多的照片 石虎在台湾被列为兵营绝种动物 所面临最大的危机来自于鹿沙 由于漆地被道路切割 石虎与人类的活动范围重叠 交通事故的风险也大幅提高 目前石虎整个鹿沙有115起 其实里面可能快多达一半 是发生在省道跟国道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任何的石虎鹿沙新闻 下面的留言串都很可怕 对 就是即使是我们公布 南投有一起石虎鹿沙 很多民众可能连看都没看 就会说可恶的苗栗果又仗死石虎 就是会有很多人 其实对石虎的爱 我觉得是非常的感动人 就是说他们其实真的很喜欢石虎 他们觉得石虎死一只都很严重 特森中心所收留的石虎 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势 基本上都是因为人为或是动物咬伤 在受到妥善照顾逐渐痊愈的石虎 还是会安排野放让他们回到大自然 但也不免要继续面对充满危机的生存环境 很多人会给我们一个反应就是说 那石虎都冰危 为什么不要养很多就好了 养起来它都不会灭绝 那其实以一个野生动物来说 如果它只是被养着 那其实没有办法发挥它的生态功能之外 我们也要想到一件事 其实对动物来讲是很残忍的 因为一只母石虎在野外的活动范围是要200公顷 以大家对于土地比较了解 其实就用200甲这样的概念来讲 那你今天把它囚禁在一个很小的龙舍 其实对它来讲都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 在台湾石虎的相关研究很少 我们针对缺氧的个体进行配对测试 其中小公报和阿信的一个互动十分良好 而且有交配的行为 在2013年的3月1号 阿信成功顺利的生下了吉利跟吉保两只小时 2013年12月吉利被正式野放 在第23天工作人员发现 接受不到他所佩戴的发暴机讯号 吉利不知去向 2014年5月吉保被送到木栅动物园 担任保育大使 三年后被送回特生中心 却在短时间内因为感染病毒死亡 之后被做成标本 在保育教育馆内展示 经验者这个小生命 曾在世上存在过 其实我可能到现在也没有流泪过 可是我的反应就是 我第一个会说 那尸体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他的尸体被保存下来 那我可能会花最大的力气 其实我会很及时的找到标本师 问他手边有没有办法排除万难 帮我处理这只尸体 所以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 我们过去受过的训练告诉我 我应该走什么的下一步 而不是说我们停下来在那边难过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上任何事情的 可是我发现我对死亡其实有一点惧怕 甚至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死亡这件事 然后我觉得死亡其实是在我开始知道 其实死亡是一件 可能也是每一个生命不得不的结束 林玉秀发现 如果这个物种没有被充分的认识 又如何谈宝玉呢 为了协助民间环保团体 他运用自己的绘画专长设计踢水印脉 一方面筹募石虎保育基金 另外一方面也让更多人了解石虎 这是我拍到的第一张石虎照片去改绘的 那我就画出来以后就开始推动一个义脉 所以当时大概募十万块左右到苗栗县自然生态学会 希望可以当成一个保育的一个推展基金 那后续有一些民众也开始关心这个议题 所以我们的十五森林特展其实是有好几十个艺术家一起创作 那我们的一个设计师 我们后来长期合作的设计师 我们都叫阿虎设计师 那这阿虎其实是用我们真实的一个故事 去塑造的保育大使 那阿虎设计师就帮我们设计了不少的商品 包括像这个贴壁章 或者是像这个头巾 也是设计师设计的 那自从有这些人出现以后 其实我就不敢再画图了 我发现那个层次差很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们发现专业还是有很多专业的优势 那我这一张 这个T恤其实有曾经再版过 那第二次其实是因为 我们就很多朋友都想要这件衣服 因为他们觉得尾巴很酷 在后面他们很喜欢 所以其实我们后来有再再版一次 2016年林玉秀结合当地农民 推动友善食虎农作 凡是能够达到不使用农药 化学肥料 除草剂 灭属药 以及不安放补兽匣的标准 都给予友善食虎农作标章 这群农民种植各式各样的蔬菜水果 高规格维护食安 也确保了食虎安全的生存环境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觉得说 如果你在这附近遇到 其他农友 如果他是惯性农法 可是可能你觉得 要他直接跨到友情很难 其实我们就还蛮鼓励 就是从你们来 因为我们自己要遇到农友 去说服他很难 有 你们已经常常在半年期 我觉得很不容易 我会发现 可能因为食虎 我觉得我也转念很多事情 包括过去 即使念生物 我都觉得我不够关心人 不够关心这个社会的大小事 可是因为食虎 我发现 其实我不得不面对的反而是人 其实我很期待的是食虎 这两个字不见得要是食虎 像我好多朋友 特别喜欢青蛙 特别喜欢水 甚至你没有喜欢任何野生动物 与食虎置换成任何的词 其实我觉得学习爱一个物种 或爱一个人 或爱这块土地 是每一个人应该都要学会的 我觉得在玉秀的故事当中 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某些事情的关心 可能只是一个点 比方说他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关心食虎 但是当你关心食虎之后 你就会关心食虎的漆地 关心食虎的漆地 你就会关心这片土地 你就会找到 你在这片土地的定位 没想到只是小小的食虎 好像是我们帮助了他 但无形当中 其实他也帮助了我们了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有添加任何的香精 对 真的好香哦 我们其实有香氛的话 都是用全精油 我没有想到洛晨 也可以拿来这样做 对 那像洛晨 它里面其实就有花青素 然后那个花青素加到肥皂里面 就会让它有这个颜色出来 这样 所以搞了半天 你不是念色工 你是念化学吧 我现在其实连什么浓作 我里面有什么特性 什么造脚肝 然后什么那些 我其实都很熟 嗯